大家好 大家好 康隆哥你最近的作品都跟信好像蠻有緣分的 這一次也是演一個情緒用品店的壞壞老闆 其實塑膠化我們沒有跟信太遠 那天是因為傑哥的關係 所以一切的一切變成是一種健康教育 你如果現在Google只要打羊這個字 三個字就會跑出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剛剛打羊 第一個跑出羊眼圈 然後第二個才是羊肉弩 你這一切都是傑哥會熱賣都是因為傑哥不是我 你們兩個也是拍完之後 今天是第一次見面嗎 中間有碰過幾次 真的嗎 中間有碰過幾次 因為這作品我們兩年前 對 其實有一段時間 然後他這幾年又這麼忙 是你比較忙吧 怎麼會說我 因為你們在片中就是相愛相殺 也有撲殺耳光的草斷 而且分享一下那時候拍 比如說導演有沒有倒那場戲很難 或者是在打阿打的時候打得還用 其實我覺得那場戲蠻順利的 因為康仁哥有很多拍動作戲的經驗 然後我們也有無數指導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設計過想過的 然後康仁哥在現場教了我很多拍攝的時候 要怎麼保護自己的方法 最開始拍那場戲的時候 其實原本想說可以借位 但我們拍一拍之後 導演覺得好像有一些角度 還是會怕觀眾覺得不夠真實 或者是我偷懶我怕痛之類的 所以在協調之後 我們就決定有一兩顆可以真的打 然後我覺得康仁哥也是就是很厲害 就還有一個力道的掌握大師嗎 就是可以感覺到力來了 可是又收起來了 就是手力 那個感覺上是真的用力 只是需要抓一下角度 因為其實導演他 對於拍攝就近位角度 他需要一些多一點素材 所以李牧他那時候其實大概了解導演的鏡頭之後 會覺得李牧他可能真的會遭遇到很多次的 偶打 可是我有詢問他一件 他跟導演彼此之間都有的共識 就是希望得到一個很真實的表演 重點是他又要在那場戲要有情緒 所以我記得我跟大家在旁邊 雖然他好像沒有入鏡 在特寫的時候 他也是很緊張 我們兩個都很緊張 我也很緊張 很怕弄傷他 那所以我必須要做一點 可能以前有受過相關訓練 就是我真的會碰到你 但是我碰到你之後我是軟的 但那個速度是很快的 需要示範用大示範 我甚至準備好了 那是真的 但真的我到最後是軟的 我不可能 我可能第一下是很用力的 第一下 只有之後我可能還是會碰到 但是沒有那麼 就是借腳 是軟的 還講別的感覺大會你也像白白上演這一段 對啊 最佳動作指導 真的我們考慮說第一個獎 然後頒最佳動作指導 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這個獎 我們查過了 未來可以 對會 然後我們講說可以打一下 可以打 互打一下 互打一下 然後在台上可能會有一些 我們絕對會有一些純槍捨戰 或者是有一些肢體碰撞 對 對 那說到那種舞蹈 就是終於好像在片中也有練槍的 對 有稍微去練那個槍的拿把 然後 也有一些打戲其實 在比較畫面中 聚情 你自己覺得比較 抱著多時間在練什麼 我覺得動作器的話 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要配合馬哥 所以我們兩個人默契去 呃 事先先 培養好 那 練槍有什麼實際 可以教學一下 嗯 其實他就是 有哪有多事嗎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指指是稍微放在槍波上面 然後 呃 中指在那個 板肌嗎 板肌 然後 來 那你要壓一下板肌吧 壓壓 阿 有改 你不以為有這個槍啊 是北 那個 那個 那個很崩潰 是怎樣 打 發展比較崩潰 還是 煉槍絕對比較崩潰 因為 那個煉槍是 很專業的東西 然後 槍比我想像中 重太多了 我原本以為 那個東西是 拿起來 很像塑膠一樣的感覺 結果不是 它全部都是實心的 然後我記得我練第二天的時候 我左手的舊傷就復發了 然後我就跑去復健 然後在那個過年期間 我都在家裡練槍 就很像瘋子就拿著一個槍 然後在家裡一直對著那個 對著老師傳來的範本 然後一直練一直練 你左手的舊傷傷是怎麼想的 我之前拍一個戲 然後要一邊洗手一邊走路 然後洗手因為很趕 所以我就把泡沫洗到地上 然後就自己踩到然後跌倒 跌倒 那我總是左手 因為我左手沉地 所以你手腕就是這樣 對 但是應該會怎麼痛苦 都沒有跟那個媽媽的感情的糾葛吧 喔對 所以這個感情性應該也很重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媽媽比較痛苦 其實這部戲裡面 我跟李牧的哭戲都很多 應該 我看完戲的感覺是這樣 我也常常覺得好可憐她 一到現場看到她 對 其實就像康仁剛剛有講到就是 李牧在哭的時候 你是真的會覺得看著她 你會覺得很心疼 那更何況我是演媽媽的 我每次看到她眼眶寒淚或是眼眶縫 其實我自己就想哭 然後還要演那種很嚴肅 就剛開始就是我們兩個有一大段戲 其實我們在戲面沒有碰到幾次面 但是前段戲我跟李牧的感覺是比較疏離的 所以我們在現場其實對談也不多 沒錯 我們兩個不太去對談 有刻意啦 也沒有刻意 可能我們大家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一直到拍到比較後期的 都要殺青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會 就是 等戲的時候會稍微聊一下 這樣你會跟康仁剛剛第一次合作 要不要先聊一下 跟這次已經變成一場 剛剛聊一下合作的感覺 OK 好 但是其實之前有見過康仁哥 在一起合作之前 然後 那個時候就知道康仁哥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我覺得很難想像說 喔 金晴這麼嚴肅 然後又 怎麼 滿激烈的嗎 他是一個很內斂的激烈的角色 康仁哥會怎麼呈現 然後在現場 其實我們光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康仁哥就提了很多很多意見 然後我覺得 有很多對我來說是很受用的 像是在 我們這次就是動作戲特別多嘛 然後很多 很多節奏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康仁哥 算是帶領我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因為他要打我 所以是他帶著這個節奏 然後很有趣的是 我覺得康仁哥是一個 呃 康仁哥 有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康的時候 康仁哥就會變回他自己 然後 就是一見鍾情啊 一開始就瘋狂愛上他 我覺得是導演的劇本 給了 給了這樣的脈絡 讓 一個懵懂的少女 看到了一個 金色頭髮的傢伙 換換你 對有一種 有一種夢幻 但也有一種 超寫實的感覺 可是康仁哥 你現場有這樣子 被猛烈追求過嗎 沒有 因為他在面中就是蠻猛烈的 沒有 我覺得犯法 可是他戲裡面他很快就 對 那個 十八 會不為合啊 誰 什麼意思呢 他必須 他就 那個 合法 對 他就合法 我們就是可以合法 不會在 道德 道德價值上 道德價值上 其實 其實拍戲是很開心的 因為 剛剛才知道 其實私底下 就是在拍戲的空檔 就有彼此的注意彼此 所謂的注意是 就是 我很喜歡跟年輕演員一起共同 我一直覺得 年輕的演員 比如說大賀也好 嗯 他們在現場的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 讓人 出不意料的 新的點子 那可能是我 以往 這個年齡層的 同輩的演員 可能 我們可能安安紛紛的演好戲 然後 可是我會在他們身上 看到很多的火力 很多 像大賀他的點 超有火力 然後就是 動不動就亂演 結果就會 結果 傑哥 傑哥 忘了 傑哥不再跟你講 傑哥就會喝止他 我覺得傑哥會跟上 我嚇到 因為我其實 也別人亂演 就是有時候 現場會發生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 對 其實我必須說 我算是薄命演出 因為我在拍攝的時候 拍攝之前 我這個薄命 對 我拍攝的前 大概半年 我剛剛被狗咬 他也吃掉 他哥上差點死 對 什麼狗咬 我被一隻土狗咬 為什麼他會咬你 因為我跟他玩 那我不知道他平行 這首箭 對 然後他玩一玩之後 他咬我 然後咬完之後呢 我當天晚上就掛機種 就住院住了三天 我就得了敗血症 蛤 對 這真的差點死 我真的差點死掉 那個時候醫生還把我妹 拉進個病房說 說你哥現在狀況很危機 他現在不能夠離開這個營業 因為他要用抗生素療法 要抓到我那個細菌是什麼 然後才能夠治療 然後我就說 天啊我被狗咬 然後咬到要死了 這樣隔天頭條要怎麼寫 就是大吼廢吼 你要死 對 太荒謬 這一隻也太荒謬了吧 還好我活下來了 然後活下來第一副戲就是塑膠花 對 塑膠花 然後那一天是我好像在拍個狼井 然後等一下 剛剛的被狗咬跟 他要講了 他要講了 你知道 那一場是我們在農田裡面 然後呢 我要 拿著他們的錢 然後我就要 跑 然後因為這大狼井 所以 齊劇主勝已經離我很遠了 然後導演叫我 跑到那個田的最尾巴這樣 然後一邊奔跑 一邊奔跑 然後田的野狗 統統統統很遠 我衝出來 剛剛有六隻 然後 我原本是小跑不壞 他們衝出來之後 我變狂奔 你知道嗎 可是我跑更快 狗就會跑更快 然後我就嚇哭了 我說救我了 因為我真的超怕的 然後我聽到那個 遠出的攝影音都在狂笑 我其實超級 為什麼沒有人看鏡發現有狗 因為狗沒有跑過 因為狗沒有跑過 狗是不是從那個真的沒看到的地方突然跑出來 你可能吸引狗 對然後我就這樣跑 然後我在那邊喊救我救我 沒人過來救我 有狗我怎麼會去救我 後來我就不敢動 我就在那邊這樣子 那怎麼辦 又跑上樹山 我跟狗對峻 沒有說你怎麼撿石頭的動作 他們也沒有逼近 有他們有逼近我 好可怕 後來救你沒人 他說你如果沒用這顆鏡頭你就死定 對 我說這顆鏡頭 雖然是我用靈魂跟生命在演出 你一定要用這一顆 後來有用 有用 但是最後被狗追的那一段剪掉 好 留給我 我有錢 那你那個追之後是有人來救你 還是你就站在那裡 我在那裡 因為攝影機很遠 然後我當下急快要哭了 真的快要哭了 很可怕 然後好像製片組的人就有緩緩的過來 就 就 就 6隻 他們就走了 所以現在會怕狗嗎 我現在還是蠻怕 我看到狗都會離遠一點 因為被咬之前是很怕的 被咬之前我其實沒那麼怕 但是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發現狗的面相 有時候他看起來很善的 有面相 但其實有時候他是兇的 就是 你根本看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 看到狗都盡量 是因為有了那個DMI 那個有點像蜘蛛人 對 哇 對 就這樣子很好 真的假的嚴重 沒有縫 因為他是那種工廠的圖狗 插進去 因為他都會吃垃圾咬老鼠 所以牙齒真的很差 對 對 上哥你剛才說蜘蛛人 那大家就 土狗 土狗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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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昨天滿月 靠變身 DNA會改變 人家蜘蛛人士 那你會有什麼 你咬了以後會敗血 我會在路邊打 那個血 我看他日記感會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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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好驚險喔 你現在以為戲外其實更驚險 很可怕欸 我們有點離題 戲劇上 戲劇上 但葉子姐有這麼驚險的草段嗎 好可惜我沒有參與他們逃亡 原來這麼好玩 都沒有 所以我們一秒奔跑可能是葉子姐 沒有在劇中奔跑 沒有欸我好像沒有看過 都沒有 都有車載你 不會 會 女強人這樣 對對對 小龍大家都看過嗎 就是 等下會看大影幕嗎 我還沒有看過 我也沒有看過 我們都沒看過 所以其實我們很可能都在亂講 我確定 對 你問這些 就是作品那麼多 會不會有點 是 是 一直要宣傳 對 誰是塑膠花 對 誰是誰 是誰 破浪子 塑膠花男女 塑膠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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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塑膠花 破浪男女 其實不會因為劇情差滿多的 然後 兩個故事各有各的精彩之處 角色啊 就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被害者裡的角色已經慢慢長大了 對人生有些領悟了 但是 塑膠花的角色 是很叛逆 然後很玩世不公 有很多 很遠離世俗的東西 對 其實不太會錯亂 你有一見鍾情或愛上一個人嗎 我覺得我是一見鍾情派 大家呢 這種問題我幫大家問 你是一見鍾情派嗎 我覺得會是 對不對 命中注定 那你呢 我的字典裡面沒有一見鍾情 你是平安感情嗎 我是日久生情 道吃甘蔗食 道吃甘蔗食 進入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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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用感情講道吃甘蔗 道吃甘蔗不是很渣的意思嗎 道吃甘蔗你再配渣嗎 我會因為家主越來越愛 因為我 我摩羯多土相吧 我可能會 喔 很厲害 可是不是會一開始就歸類他 是不是可行的 土相是這樣吧 沒有耶 沒有耶 我滿會有 我覺得忍著先試試看 認真 對 那肚子才幹什麼啊 沒有啦 就是我當然會先嘗試啊 然後慢慢來 然後我 我會越來越喜歡對方 會越來越習慣 就是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後面才知道他名字 就變破浪的感覺 沒有啦 就是先試試看 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的 對 都久了 你不是嗎 一見鍾情 我不是 你也是要慢慢 也不是慢慢 也不是慢慢 彈感情 好像 一見鍾情 會啊 有點不太寫實 不會啊 有些就是一下子就分類 就一看就 是不是我的猜 他是不是會直接分類 可是我 因為已經 這樣不行 不能這樣講 因為 開始 開始演戲 開始演戲一段時間了 我已經 我自己覺得跟一般人 我已經盡量過一般人的生活 只是 但是因為有可能因為演戲的關係 你還是跟一般人在 在我以往小時候的生活 還是有一點差距 所以那種一見鍾情 不太可能會出現在我以前 可能以前還沒入行前 比較有這種感覺 入行後 人家看到你不是一見鍾情 而是 欸你是吳康人 喔 因為我剛剛 是吧 欸是驚情 為什麼 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一見鍾情 也是日久生情 也不算日久生情 因為有時候人是這樣子 你突然也許這段時間 覺得 好像沒什麼任何感覺 沒有feel 但可能突然一瞬間 被雷打到嗎 有可能 被狗咬 被狗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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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椒花枝被狗咬到 樹椒花枝被狗咬到 導演呢 導演呢 是怎麼樣的 是怎麼樣的 是怎麼樣的角色的人 才會怎麼樣 應該有把 對 但是 但是因為我 因為這個角色 我其實去教書了一年 然後我發現高中生真的是這樣 一見鍾情 對 我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要去見網友 然後那個網友大他二十歲 然後但是他就是表現的 好像這一切所有的東西 都要 這世界他所有的東西 都要給他 這樣的感覺 喔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好像那個年紀 在初接受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變成那個樣子 那你是知道 道中生有被學生喜歡嗎 就是好喜歡老師 有耶 哇 但他們都覺得我是老阿姨耶 我覺得我很驚訝耶 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是後輩 但他們都覺得我是老阿姨 魔女的條件耶 塑膠花枝魔女的條件 他們有什麼很猛烈的追求 就是現在年輕人 都怎麼樣對一件東西的人追求 就跟我們那個年代還是一樣啊 就是每一次你可能去上課 他們就給你巧克力 哇 一樣是這樣 金莎之類的 對金莎 就是金莎 金莎是那個他們的交易貨幣 真的 交易貨幣 我那個年代是金莎花 金莎花 我們把Oreo改成牙膏給老師的 Oreo怎麼變成牙白色 白色拿出來 然後塗成牙膏啊 然後塗成牙膏 然後塗成牙膏 沒有愛沒有愛 塑膠花枝耳魚我炸 塑膠花枝耳魚我炸 耳魚我炸 對對對 韓國好像可以拍戲 都可以拍戲 沒錯 對 好啊 今天要唱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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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